是一個動腦時間 發生一個日全時在南極看見 時間一分五十四秒 發生一個月全時在這些地方看見 時間一小時三十一分 然後有表可知問了兩個笨問題 這兩個笨問題在萊雅國中的段考 考過不止一遍 第一個問題 請問你哪一種時像日時或月時 誰的觀測範圍比較廣 你看那個表就知道 你看那個表就知道 誰的觀測範圍廣 Number 有沒有女生 有沒有女生 有六號 六號請問你 日時跟月時 誰的觀測範圍 有啦 月時很好 請坐下 月時的觀測範圍比較廣 下一個 請問你誰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你看表格就知道 你看表就知道 誰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Number 三一 三十一 三十一號 誰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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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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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這兩個分問題 蘭雅國中段考考過 不止一遍 就問你誰的觀測時間長 誰的觀測範圍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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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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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蛤蛤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參考書上的答案通常都只有寫 因為地球影子比較大 月球影子比較小 這樣講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的 這個大小當然有關係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轉動 來 發生日時的原因是 人走進月球的影子裡面 月球會動所以影子也會跑 可是月球是30天 算3029.53天或者27.3天 繞地球一圈 地球自轉一圈只要一天 所以地球自轉的快 月球動的慢 所以就不要管月球會動了 影子沒有動 人自轉靜影子發生日時 人自轉出影子 日時就結束了 那因為地球自轉很快 所以進出很快 所以時間就很短 當然月球影子小也是原因 因為影子不大 所以進出時間就很短 但是轉得快是主要的原因 同時只有在月球的影子的人 人才有日時 影子外的有沒有 沒有 月球影子也不大 所以只有這裡的人有 假的沒有 所以日時的可觀測範圍 比價怎樣 小一點 可觀測要小一點 月時是什麼 月時是月球走進地球的影子裡面 地球會動 所以地球影子也會動 可是地球公轉一圈要365天 月球公轉只要30天 所以就等於是地球不動一樣 地球影子不動 月球影子 月球走進地球影子 發生月時 月地球走出月球影子 月時就結束 那因為它是29.53天 或是27.53天繞一圈 所以繞得比地球來的 日圈來的慢很多 所以可以花的時間 就要比較久一點 同時地球影子也比較怎樣 大 六點比較大 所以就要看 所以 持續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同時剛剛講過了 全世界只有一個什麼 全世界只有一個月亮 這個月亮被遮住 只要看得到月亮 就看它被遮住了 所以觀測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 整個原因 除了什麼地球影子大 月球影子小之外 還有那個轉的快慢 也是重要的原因 地球自轉比較快 月球公轉比較 慢 靜影子 出影子的時間 有長有短 所以才發現 短跟長的問題 所以 實際上原因有 這幾個在內 查考數 他們都只有寫 地球影子大 月球影子小 那是不完全的 還有一個轉動的因素的關係 會造成這個結果 OK 這叫做為何會如此 考試通常沒有考你 為什麼會這樣 考上是考結論 誰觀測範圍大 誰觀測時間 長 把它背好就好 背好就好 好 這個叫沙羅周期 基本上 日時或月時 太陽 地球 月亮 三整個位置關係 然後各自有各自的轉動周期 現在三個位置關係是這樣 各自動 什麼時候回到 它完全一樣的 這樣叫做一個沙羅周期 大概18年多 所以 很多人 但不是每一個人 很多人 但不是每一個人 因為他沒有正好19年 很多人 每隔19年 你的國歷生日跟農曆生日 就會回到跟你出生那天一樣 兩個同一天 那一年只能過一次生日 不能國歷騙一次禮物 我們一直在騙一次禮物 只能有同一天 但是不是每隔都這樣 因為他沒有正好19年 可能會差一天 今天 今天過國歷 明天過農曆這樣 會差一天 可能會差一天 但是 很多人 每隔19年 19歲 38歲 這樣子 每隔19年 國歷跟生日 就因為這個沙羅周期的關係 所以國歷的人說是在同一天 在一個沙羅周期裡面 我們總共會發生 43世的日時 28世的月時 所以 用地球眼光看 日時多還是月時多 日時多 可是你在任何地方做紀錄 紀錄這裡看過幾次日時 幾次月時 誰多 月時多 為什麼 因為 月時觀測範圍大 日時觀測範圍小 今天 日本發生日時了 可是我們 看不到 可是如果今天有月時 日本看得到 我們也 看得到 我們看得到 所以 因為 日時的觀測範圍很小 所以發生了 我們也不見得看得到 所以任何地方做紀錄都是 日時比較少 月時比較多 可是用地球有沒有發生來看 是 日時比較多 月時比較少 叫做沙羅周期 OK 這就是日時跟月時的內容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課堂練習